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海军的训练问题就没跨越下,专用EF-16N假想敌飞机被抬撤,现役飞机又练不出什么玩头,美国海军只能寻求资人防务承包商,将假想敌业务外包出去,但碍于成本所限,防务承包商也只能开着二代战机和海军的三代,甚至四代战机对练,明显难以适应实战需求。 而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近日美国海军航空兵的一名校校在学会期盘上称,应该派遣一些超级特攻级别的飞行员,去俄罗斯和中国手里,分别偷一批苏道30,兼腹血和兼15,甚至是兼20作为假想敌飞机。 这一体小劫飞的说法,首先令笔者想到的是十多年前,流传在各网络社区里的一篇神文。 那位作者沙友骑士的详细描述了,如何接近敌营机场中的F-16战斗机,又应当如何将其猜走,并最终降落在中国机场上。 当然,谁都能看出来,这只是偏于了大作,编造出这个故事的作者,在字里行间真正所要表达的,是中国空军当时缺乏先进战斗机的算处,以及面对强敌的先进战斗机时该如何是好的研究。 同样的,这名在美国海军航空兵服役的少校,之所以会写出,建议特工飞行员偷飞机,来解决假想敌问题。 这种询问,其用意并不是要真的让不存在的超级特工,去潜入中俄附地禁区把飞机偷回来,这本身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但如果这位少校已经点名了,这种不可能是解决美国海空军假想敌训练问题的唯一方式。 读者就能够得出一个清楚的结论,美海空军中曾对现有的假想敌训练体系,已经不满到了极点,但也无可奈何。 事实上,去偷飞机更像是一句计划,因为这位少校原文中提及的几个个都引申至美国快制人口的英雄主义文艺作品,稍微想一想,就知道没有任何可行都可言。 而他另外在转文中提到的其他几个措施,看起来还稍微合理一些。 比方说让海空军提高防务城包商的预算,好够制更强的飞机,比方说GAS-39,或者够制更多的F-181F,直接提高训练部队的飞机质量,又或是借用空军的飞机来做假想敌演习工作。 但很明显,在海空军预算都很紧张,每一分钱都要被国会老爷反复审计来审计去的今天,这些合理措施,要么会被直接奉决,要么就额为两院的打哈哈推皮球游戏。 眼看着外包出去的私人防务城包商,练不出好飞行员,这也难怪证明美国海军航空兵的少校会急火攻心,写出这种急煌单不经,希腊本次为一体。 读着现象后,无连的传奇故事了,当然,先行美国海空军这种外包陪练的做法,是在十几年前立下的规矩,在四代机位扩散,三代机上属先进的年代, 防务城包商的培订效果也不差,但随着F-35战斗机的大量出口,以及歼-20的批量服役,美国海空军的这一套老规矩恰然见正面的过时,但就很熟悉美国飞机操作的超级特工,做件布满中文或额比的座舱里,也一样要束手无策耐板,需要这款推进的美国海空军训练制度改革,只能说是南上加南, 谈何容易,VLM2,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